好,大家好 我今天就來示範旋風烘豆樣品機 烘125公克生豆的全程錄影 首先我們先把生豆放進烤籠裡面 把烤籠扣緊之後 就固定在裡頭 那我們直接要開始用手機 來遙控這台烘豆機 另外一個動作是 你必須設定好正計時 以及目前比如說 我要設到 烘度30 30的話我們設定一分半 爆點以後到處計時 那目前我們開始要同步做正計時 好,確定 手機有連線 好,大家看 同步 可以測試是否有遙控 那我們把時間設定到30分鐘 溫度我們設定表定的210度 那風速因為烘度30 所以我們前面都固定用2 這時候讓烤籠轉動 好,大家聽到有聲音 好,我們現在開始要烘豆了 同步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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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測試一下 從開始烘豆到九分鐘 這個烘法是完全什麼動作都不用做 那我們九分鐘到了以後把風速調到現在是第二段 我們把它調到第三段 這樣就好 無間 這邊快到兩分鐘 我們這台旋風的樣品機 跟一般外型相同的機器 最大的不同 你可以從影片裡頭看到 我們加熱管 就是照射到那個烤籠上面的那個燈光 是從頭到尾都不會熄滅 那一般這種還沒有經過改裝 以及就是做設計的話 它是中間溫度一到就會熄火 這個對烘豆來講是很不好的現象 所以我們將它予以改正 在這裡 在這裡 我們要把烤籠上面放進去 然後把烤籠上面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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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它放進去 然後把烤籠上面的跟烤籠上面放進去 然後把烤籠上面放進去 大概要不太多 都是他的,搖籠上面放進去 在這裡 我們要把烤籠上面放進去 然後把烤籠上面放進去 然後打進去 把烤籠上面放進去 好,目前的时间,我们连续烘焙已经4分钟了 1分钟了,1分钟了 好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大家看一下正继时 我们现在连续烘焙达到六分钟 这个烘透法很适合初学者学习 就这中间你都不需要做任何的更动 那我们在设计上已经帮各位规划好了 比如说以这锅来讲 九分钟你只要做一个动作 把风速调到三就好 由于烘豆在劲爆点前的过程 其实说实在话 它是一个死的过程 也就是固定的过程 所以这中间我们不需要做 比如说很繁琐的一些调整 那这是最方便的一种 烘豆工具以及方法 ahlen证据 体温均 committed 巨社 非常好 人 中文字幕提供 作詞 曲 李宗盛 好 9分钟即将要到了 那我们这时候准备调风速 已经把风速调整为第三段 也就是风力为最大的风力 接下来我们就是准备倒数计时 不过这时候耳朵要注意听 第三声的爆点 我们开始倒数计时 倒数计时的时间是一分半 基本上125公克 我们可以预估爆点出现的时间 我们在使用手册里面所写的是 大概10分30秒到11分30秒会出现 � 均勻 均勻 听到第一声 第一声是我们所谓的空包蛋 那这时候先暂时表动作 第二声 第三声 我们开始计时 可以听到爆点就接续而来了 下一个动作 我们准备要关火 关火的动作是这样操作的 把温度 调到50度 等计时器时间到了以后 我们按一下完成 让机器上面的这个灯管给它熄面 就是进入关火的程序 以及冷却 大家听到爆点 非常的密 那我们这个烘度会进入到接近密集二爆的位置 这台旋风烘豆样品机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所产生的烟量会比一般的烘豆机来的少很多 我们准备进入关火 我们准备进行关火了 按一下完成 大家看灯管熄灯 关火之后还会有一些残余的爆点声 这是正常的 大家看一下 我是在室内烘 没什么烟 好 目前我们进入到冷却的阶段 那下一段影片我们就拍它所烘出来的成品 以及熟透的照片给各位参考 谢谢各位的观赏